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死亡率的变化 台北市的死亡率变化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麻烦请打开这个Chrome浏览器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去下载 到这个地方搜寻引擎里面 我们就输入台北市 然后行政区死亡 限别 然后点进去第一个 好 那这里面 这里面只有这个 台北市出生及死亡人口数 然后请下载到按这个 因为我要各行政区 我想要去看看行政区有没有差异 各行政区随请点他 那这是出生 那当然也把死亡下载下来 可以吗 就是有两个 一个是出生 一个是死亡 麻烦请你们 那个顺便也做一件事好不好 就是结婚 台北市的结婚对数 也就是说 刚在搜寻引擎这边 结婚就不用性别了 就麻烦请打台北市行政区的结婚 结婚 然后麻烦请选台北市这个各行政区结婚对数 其他我就都不要了 这是月份 我要的是年 因为我的人口数是年 就三个档案 一个是我们先算死亡好了 再算出生 再算结婚 好 后面就使用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打开自己的资料夹下载 就这三个档案 一个是结婚 一个是死亡 一个是出生 回到刚刚早上这一个档案 我们是不是已经算过了人口数 对不对 这个档案里面 因为我想要继续算 算什么 算死亡的人数 好 所以呢 就直接 直接打开这个档案哦 然后资料 新查询 从档案 从 你记不记得刚刚那是 那是什么档 ODS 它既不是EASAL 也不是CSV 也不是资料夹 也不是文字的 所以呢 你这边找不到 假设你现在就把它当作是EASAL 然后你把这边选所有档案 有没有看到 虽然你现在看到ODS 我们来看一下它能不能读进来 先死亡嘛 对不对 这一个档案 然后贿入 你有没有看到它变成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与其这样子还不如 我们先把这个档案 至少先存成EASAL 也就是打开来 然后启用编辑 这是结婚嘛 这个档案先另存 流览 存成这个EASAL档案 储存 是的 就是我先把这个档案存成EASAL 因为EASAL 它是可以读的 所以它这边有两个档案 然后就可以关掉了 接下来 这个 出生 然后启用编辑 档案 然后另存新档 存成EASAL 是的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它的性质是 一个表格 第二个表格 有看到吗 第一个表格是 民国90年到99年 第二个表格是 100年到109年 那110年 就会变到第三个表格了 对吧 好 再来 就是 这个 死亡长什么样 出生大概就会长什么样 因为它其实是来自相同的系统 但是结婚就不一定了 好 一样档案 另存新档 存成EASAL 这个刚好是EASAL 我刚开错了 这个 这个 档案 另存 EASAL 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很单纯就把刚刚那三个档案呢 就 分别储存成 好 所以你看一下 就是 等一下我就不要用这个ODS了 我只要用这个 EASAL 那我就要先讲死亡率 这件事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死亡要怎么做 因为它是 EASAL的档案 这个死亡率 死亡人口数 它是EASAL的档案 所以你刚刚就是快速点两下 就直接打开来 然后 接下来请注意一件事 这个表格 我是不是要整理 这个表格我也要整理 对吧 它其实 长得很像我们在做人口数的时候 男女男女男女 这样子来去呈现 好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呢 首先请选到这个范围 然后资料 记得早上我们都是用别的别格档案 这边我们就可以用资料 从表格 然后它就会把我刚刚选取的范围视为是一个表格 所以直接点确定 而且这个表格 有没有标题 有的 这个行政区就是标题 好 确定 所以你看一下 这个内容 我是不是就很容易去整理 整理只要把行政区关掉 像例如说行政区里面 请把不是行政区的拿掉 像合计就不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好 确定 接下来是不是 九十年 拖曳到这边 去做转换里面的取消资料行说明 对吧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产生 适当的 像这个叫做 民国年 重新命名 然后这叫什么 结婚 死亡人口数 重新命名 这叫死亡人口数 可以吗 所以这意思就是说 松山区九十年 有九百一十四人死亡 九十一年 九百六十七 九十二年 一直賴推 好 所以我们看到 好像是逐渐在增加 逐渐在增加 好 这是死亡的人数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咯 你也只能整理成这样子 这里面 这里面了不起你做取代值 但是我们一起取代好了 就是常用关闭并载入 所以我们已经有了表格一 而且下面那个叫表格二 来 接下来就是 现在要做表格二 所以请选这个范围 资料 从表格 可以吗 然后就是我刚刚选择的那个范围 确定 然后接下来一样 这个行政区把合计给关掉 再数看 二四六八十十二 确定 接下来就是从这个范围选到 这个范围 转换里面的取消资料行 然后不可以打错字哦 重新命名 他叫做民国年 这个值不可以打错字 死亡人口数 然后常用底下关闭并载入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有两个表格了 就是这个是表格一 这个是表格一 这个是表格三 不管是表格几 我觉得都不是很重要 好 反正就是 为什么不是表格二 为什么不是表格四 我觉得这不是那么重要 但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等一下我们要教 如何把这两张资料表合并 对吧